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恩比怀抱我 我心安静平稳 主有恩惠常照顾 从今直到永远 耶稣恩比怀抱我 有其变为欢唱 虽恶是坦全因果 我心不必芳慌 愁苦不能再老我 以后去爬下山 在十岁有大灵状 得神必待花光 耶稣恩比怀抱我 我心安静平稳 主有恩惠常照顾 从今直到永远 耶稣恩比怀抱我 大灵犯全包藏 因主是坚固攀石 终寻寻追之王 等到他从天再来 祝我进入天堂 耶稣恩比怀抱我 我心安静平稳 耶稣恩比喻 主有恩惠常照顾 从今直到永远 大家请坐 现在我们一起来上天上的神祷告 请大家低头闭目 心中莫道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能多尊你的名为圣 你的公义长存 你的慈爱恩倦众人 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 主耶稣我们众人再度聚集 要一起来敬拜你 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和力量 虽然我们是在各在不同的地方的网络上聚会 主耶稣 恳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虽然身处异地 却更蒙恩福 虽然互不相见 却更同心向你 这个月 盟里硬币一年半的台湾 真正变对疫情了 我们终于知道 人是多么的软弱 人的方法不灵了 主耶稣 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 祈求你的怜悯 止息疫情 也求你宽容世人 拯救世人 特别求你保守 在这过程中 站在第一线防疫的所有人平安 主啊我们知道 这个末后的世代 到处充满了不安 但你赐下平安给我们 应允在你的里面有平安 可是每当风浪汹涌 我们依然紧慌 甚至不知所措 在生活中的很多境遇 也常让我们烦躁不安 今天晚上 求你带领我们 能够回到你应允的话语中 让我们再度 从你那里 知取平安的力量 集会之前这样子祷告 求你垂听成全 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的圣名 哈利路亚 阿们 大家请坐 首先我们要一起按照 教会的进度来读经 今天晚上 我们读经的进度是 诗篇第三十四篇 所以请大家 翻开圣经 旧约圣经六百八十面的 第三十四篇 我们大家一起开口 来朗诵 这一篇的四篇 第三十四篇 第一节 我要实时称领 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 我的心 必因耶和华夸耀 千别人听见 就要洗的 你们和我当称 耶和华为大 一统高举他的名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反仰望他的 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 必不蒙羞 第六节 我这困苦人呼求 耶和华便垂听 就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死者 在敬畏他的人 视为安宁 大救他们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自卫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 有福了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当敬畏他 因敬畏他的 义无所缺 邵壮师子 还缺食人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 都不缺 十一节 总弟子啊 你们当来听我的话 我要敬畏耶和华的道 教训你们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 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 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义人 他的耳朵 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向行恶的人辨言 要从世上 除昧他们的名号 以人呼求 耶和华听见了 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义人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恶必害死恶人 恨恶义人的 必被定罪 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 凡投靠他的 必不自定罪 阿们 以上是我们台北教会 教会独经进度 今天的四篇第34篇 今天晚上小弟 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们 来互相勉励的题目是 不安世代中的平安 那个可以转过来吗 这是一个不安的世代 但是主说 在我的里面 有平安 刚刚我们读了诗篇的第34篇 第4节 这边说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凡仰望他的 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 必不蒙羞 我们知道 刚刚我们读的诗篇34篇 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小字有说明说 这一个诗篇呢 是大卫 是这个 大卫在 雅比米勒的 面前装疯 被他赶出去 就做了这个诗 他在雅比米勒的面前 必须装疯卖撒 对于大卫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 羞耻羞辱 这个过程对他来讲 非常的刻骨铭心 但是他经历了这一场以后 他回过头来 是来歌颂 耶和华所给他的恩典 他特别提到说 因为他寻求耶和华 神就应允他 使他脱离一切的恐惧 原来他在恐惧当中 但是当呼求耶和华 呼求他的神 神应允他 他就免除了一切的恐惧 他的结论是说 谁 在恐惧当中 在不安当中 怎么样子消除这个恐惧 这个不安 就是要仰望神的面 他说凡事来仰望神的 必从神那边得到神的应允 他必不蒙羞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 最近 我们在台湾的 所有的人 都感受非常的深刻 新冠病毒 在全球肆虐 在过去一年多 我们不觉得 有多可怕 有多恐惧 有多令人不安 但是 这一个月来 我们终于尝到了 这个病毒的威力 到昨天为止 全球已经有 超过 一亿七千万的人染疫了 有三百六十九万的人死亡 台湾 到今天 已经超过一万人 总共一万四百四十六人染疫 有一百八十七个人死亡 在过去一年多 全球 到处为了 这个病毒 做了很多的防疫的措施 但是一波一波的病毒 一直还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办法止息 大家面对这个病毒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把大家隔离 因为一隔离 人不接触 这个传染的 这个链就断掉了 所以在过去一年 里面 全球有四十四个国家 他们是封城超过两百天的 所以在过去一年多 只是因为这个病毒 大家就尝到了 什么叫做人心不安 什么叫做惶恐 什么叫做无人为力 生活都变了 很多的店没有办法开 很多的生意段 生活的方式改变 学校 关闭 必须在家里学习 做妈妈的 又要当妈妈 在家里头 又要当老师 所有的生活都变了 经济受了很大的影响 去年全球的经济 平均是下降了 百分之四点三百分之 过去是 每年都必有成长的 所以大家都陷在 这个恐慌当中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病毒只不过是在 很多的恐慌当中的一环而已 只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碰到了 知道什么叫做不安 知道平安是东北的可贵 知道说要免离这样的一个 病痛的话 是要做多少的事 做多少的防备 做多少的保护 还做不到 很多人 一染病 就死了 这是 造成人心惶恐的 一个大原因 但圣经告诉我们 这只是 世界苦难的一环 世界不安的一环 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耶稣在的时候 他就这样子告诉我们 说在这末后的世代 在第十节说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的震动 多处必有惊慌 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 和大神机 从天上显现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是一个充满不安的世代 这个不安 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恶劣的环境 一方面是人心的败坏 这个环境在变 所以天灾地变 瘟疫传染 到处 很多的争论 很多的拼搏 很多的战争 除了这个外在的环境以外 更可怕的是人心 一天一天的败坏 政治经济的动荡 道德伦理的沦散 所以现在很多人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虽然科技进步了 带来我们很多的方便 人跟人之间的连接的方式 比以前不晓得 这个紧密的多少倍 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 这种这个脱合 却越来的越疏远 所以WHO把21世纪当中的 三大疾病当中 其中一个就是忧郁 这是一个充满不安的这个世代 但是虽然这个世代 是会是不安的 可是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在基督里头的人 却有不一样的应允 我们所得到的 主对我们的这个应允 主要给我们的 却是在这个不安的世代里头 我们依然有平安 这是我们信主 信奉真神 敬拜这一位宇宙创造者的幸福 在这个不安的世代里头 主要成为我们平安的来源 他要赐给我们平安 在诗篇29篇 这边提到说 第十节说 当洪水泛淡的时候 耶和华仍然要坐着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 神不管在什么的环境当中 这个环境会变 即使天灾地变 河水泛滥 但是这个创造的主 依然坐在那里 统治整个宇宙 他管辖整个宇宙 他依然为王 我们今天所敬拜的 就是这一个坐在那里 永远为王的 耶和华 我们的真神 我们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他说 神要示力量给他的百姓 他一定要示平安 给他的百姓 所以 今天 参加这一场 献上聚会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或者是木道的朋友 我们今天 可以从神那个地方 他应允我们的 是在这个不安的世代 我们要有平安 所以我们来看 歌罗西书第三章的十五节 歌罗西书第三章的十五节 新年圣经的两百八十六遍 这里说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招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感谢主 他说 我们这些蒙招 到主里头来 认识真神 归入基督的人 是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的心里 做主 他说 为什么你们蒙招 你们蒙招到主里头来 就是要得这个平安 你们是为此而蒙招的 是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的心里 归为一体 所以我们要存感谢的心 所以在这个不安的世代 只有在基督里面 有平安 因为神是赐平安的神 基督的平安 要在我们的心里做主 这是今天 我们在这个 充满不安的环境里头 我们得到的应允 我们要为此来感谢神 耶稣还在世的时候 他告诉 当他要离开世界 回到天家的时候 他特别交代他的门徒 当他跟门徒 做最后交代的时候 因为他就要被定死十字架 然后要成就这个救恩 他在这之前 就告诉他说 我会离开 但是 我要将平安赐给你们 后来他又说 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三节 他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界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是主 对我们的应允 你们可以放心 你们在世界 一定有苦难 你们还要碰到 各种不同的苦难 各种不同 不安定的环境 就在你们周围 你们要碰到生老病死 你们要碰到很多的不顺畅 但是你们放心 只要你们保守在我的里面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你们就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在我里面 是有平安的 在世界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所以 今天晚上我们要再度的 来思考 神 说他要赐给我们平安 他到底是赐给我们 什么样的平安 显然 他所要赐的平安 并不是说 我们从此以后 就天下太平 无灾无病 耶稣说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 在我里面有平安 所以神所赐的平安是什么 我们如果根据圣经 神 赐给我们的平安 有两个 第一个是 神赐永生盼望的平安 神赐我们永生 我们因为有永生的盼望 所以我们有平安 第二 是神赐给我们 可以放心的来 面对苦难的平安 我们必须面对苦难 但是我们却可以 放心的来面对苦难 所以我们有平安 我们来看 耶和福音第六章的四十节 新耶圣经的一百三十四面 新耶圣经的一百三十四面 因为我父的意思 是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佛 这个其实是我们信主的人 主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应运 我常常跟我的朋友 谈基督 谈信仰 我碰到最多的是 他们都常常回我一句话 说宗教都是一样 我说宗教怎么是一样 他们说宗教 就是欠人为善 宗教 欠人为善 是没有错 但是我 常常告诉我的朋友 但是 是基督教 但是 信 信 耶稣的 不一样 信 耶稣的 不只是 欠人为善 信 耶稣的 最重要的 是根据 圣经 我们所追求的是 神 要给我们 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才是 我们追随基督 信仰基督的核心 而不是 说我们信 信耶稣 耶稣教导我们行善 我们如果看圣经 重点 核心是 要得永生 如果 我们敬拜了这一位 创造以宙万有的神 我们还是跟 现在世界上 所看到的生命 一样的话 我们 就不 我们所敬拜的 就没有意义了 祂是要 是我们永远的生命 因为祂要是 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所以这个世界上 我们所碰到的 很多的苦难 才有答案 在这个世界上 所碰到的 很多的不公不义 才有答案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所努力的 所追求的 才有意义 行善 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 人无法行善 我们靠自己 是没有办法行善的 不是劝你来行善的 因为劝也没有用 因为做不到 但是 我们信主的人 神赐给我们永生 永远的生命 祂给我们力量 在祂的里头 有平安 然后 我们当然要行善 我常常这样子 回答 我的朋友 所以 永生 我们有 这个永远的生命 这样的盼望 说有一天 我们离开世界以后 我们 主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一个永远的生命 是一个跟神和好 回到神家 跟神和好的生命 跟那些不信主的人 是分开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提多书 第三章的第七节说 好叫我们因祂的恩德称为义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 成为祸事 后面这句话 也可以翻译此之后 可以凭着盼望 承受永生 我们要因 得祂的恩 这个恩就是从 耶稣基督来的恩惠 称我们为义 我们本来是有罪的 但是 因着祂的恩典 祂赦免我们的罪 告诉我们 就算我们没有罪 称为义 然后呢 我们这个称为义 要做什么呢 这个称为义就是 我们就凭着这样的盼望 可以来承受 未来的永生 这个其实是 我们信主的人 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信仰 所以神是永生盼望 这样的一个平安 是我们平安的基础 我们因恩称义 获得承受永生的福气 我们的神是一个随时随时赏识平安的神 祂跟我们同在 我们因为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得称为义 我们跟神和好 所以我们要将这样的福音传扬出去 所以我们的平安是什么 我们平安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平安的基础是 未来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一个受祝福的生命 一个充满福乐的生命 一个无罪的生命 这个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也因为在未来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盼望 所以我们才有平安的基础 不然我们永远在恐惧当中 第二 就像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 神给我们的是 让我们可以放心的来面对苦难的平安 我们会有苦难 但是我们可以放心 是因为我们靠着主 有能力来面对这些苦难 为什么有能力来面对这苦难 是因为神要给我们平安 怎样子来面对 放心的面对这苦难的平安呢 圣经告诉我们两个 一个是 我们可以跟他求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福利比书第四章的第六节说 你们不要挂虑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需要 借着祷告 祈求跟感谢 把你们的需要告诉我 告诉主 告诉基督 告诉我们所敬拜的神 神就要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出人意外 就是不在意料当中的 不应该得到的 不应该发生的 但是神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 我们碰到危险 碰到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有时候神要造就我们 他说为什么有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是要保守你们的心怀疑恋 让你们得到安慰 得到平安 得到解决 神会这样子做 第二个是 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安排 他留下来的 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安排都不一样 我们在世上有苦难 神耶稣这样子说 也真的是这样子化身 但是 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的平安 跟世界上的人所说的平安 是不一样的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他说我所赐的是什么 使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这就是神所示的平安 他会给我们意外的平安 即使时间还没有到 我们这些关卡就是要过 我们这些困难就是要克服 我们就是要面对这样的磨难 但是在主里头 主让我们可以不忧愁 可以不惊慌 可以不胆怯 这个就是在基督里头的平安 所以这个世代 是不安的 但是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要告诉自己 也要追求 也要这样子向神祈求 世代不安 但是 我心平安 我的心是平安的 这个是主 答应我们的 那问题是 这些我们都知道 我们从圣经可以领受 神赐给我们永远的 生命 永生 我们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应该要平安 我们也知道 主告诉我们 你们不要忧虑 你们把需要告诉我 我给你们意外的平安 我要赏识你们 没有忧愁 没有恐惧 的这样的平安 他的问题是 我们做不到 我们知道我们有苦难 这就算了 一定要碰到 但是我在主里头 我们信主几十年了 但是我还是 我还是惊慌 我还是不安 我做不到 到底 我们要怎样子 才会做到 我们相信 神所答应的 我们做得到 所以今天晚上 有两件事情 我要跟弟兄姐妹 来互相勉励 第一件事 我们要得平安 是我们要建立 我们跟神之间 有真实的关系 有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平常 要做一些事 第二 就是这样子的平安 是重新化出的 它的秘诀 就是如果我们 没有从平常 所培养 跟神的关系当中 养成我们信靠主的心的话 那这个平安 它是存在的 但是并不属于我们 我要勉励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平常的 信仰生活当中 有三件事情 是我们要做的 我相信这三件事情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头 从读经 同教会的勉励 从弟兄姐妹的 过通当中 我们都这样的勉励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做 这样的勉励 是有道理的 这是很多人的经验 这些事情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 我们常常是知道的 我们并没有去做 那三件事情呢 第一 读经 第二 祷告 第三 侍奉 这三件事情 我们天天在说 我们也都要勉了 但是这三件事情 就是我们得平安 我们要透过这些事情 成为我们信仰 渗透的习惯 我们就可以建立 才可以建立 跟神之间的 真实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 神就在我们旁边 神天天看着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天天 我们没有养成习惯 我们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头 用心的话 神在我们旁边 但是 就我们来说 神离我们很远 所以台北教会 刚好从五月份开始 就推动了前面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 天天读经 为什么要天天读经 当然不一定是天天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有读经的习惯 因为 圣经是神的话语 是我们信仰基督唯一的标准 我们读经 不一定马上 懂 但是 当我们 真的是 常常读经 天天读经 真的把神的话 当成一回事 这个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 最起码的条件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一个教会 听一个年轻的弟兄 他做见证 这个弟兄 是浪子回头 他还没有信主之前 他自己形容 是 做很多坏事情 然后跟家里头的关系 搞得 很糟糕 因为父母 或者他的兄弟姐妹 都觉得他无可救药 他也觉得 他在这个家 也活不下去 他也不愿意待在这个家里头 所以他就离开家 在外面 喘荡 喘荡 其实在外面 想靠自己的力量 但是 他吃很多的苦 外面 跟他所想象的 不一样 可是他跟家里头的 关系 弄得很糟糕的时候 特别是当他生病的时候 他说有几次 他 其实很想回去 他 也知道 家里头的人 可以解决他 目前的困难 但是他没有回去 因为他说 我知道 我回去 他们不会理我 而且 我也没有连回去 是一直到 他 有机会 接 接 出 我们真耶稣教会 然后他 在神的面前 悔改 神是 赐圣灵给他 让他有力量 所以他 受洗 他受洗以后 他回想自己 荒唐的 岁月 圣经的 教会的讲台 长老姿势 传道人都 鼓励他 要跟神 有好的关系 现在你是一个 无罪的人 你要 好好的 有新的生活 活出 不一样的生命来 靠着 圣灵给你的力量 他 醒悟了 所以 他就 回去了 他就 在他的 父母面前 忏悔 悔改 痛苦 父母接纳他 我在听他 做见证的时候 他讲了一段话 我感受非常神 他说 就是因为他 自己 在路身上 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所以他就 特别感受到 他不能再错 他跟神之间 一定不能像他 落体的 对落体的父母 这样子的一个看待 但是相对的 他过去 落体的父母 他这样的 一个荒唐 他也必须悔改 他讲一段话 他说 如果你 你跟一个人 这个 处不好 甚至呢 你骗他 你欺负他 当有一天 你需要钱的时候 你会去跟他 借钱吗 就是你去跟他 借钱的 他也不会理你 他用这种 非常简单的 这个比喻 来比喻说 我们跟神之间 是要有 一个 平常 就建立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神要赐给我们平安 但是这个平安 是不是属于我们的 是我们自己是争取的 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种平安 基础的建立 就在于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 来自三件事情 第一件 是我们刚刚讲的读经 我们至少要 天天 或者是常常 来领受 神告诉我们是什么 第二个是祷告 更重要的祷告 因为祷告 是我们可以跟神 相通的恩典 我们从神的圣经里头 这个单方面的 来领受神的话 但是祷告是 我们跟神双向的沟通 我们在祷告当中 特别是 我们有神 是圣灵给我们 圣灵替我们祷告 我们用圣灵来祷告的时候 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交流 一个过通 我们有很多的软弱 很多的不解 就在我们祷告当中 神会告诉我们 我们自然会领受 只要我们愿意 归下来 在神的面前祷告 但是我们不能过 有事了才要祷告 所以我们也 在五月份的时候 也成立了一个团契 叫做实时祷告团契 意思就是说 我们无时无刻都可以祷告 但是我们祷告团契 现在已经有 两百三十个弟兄姐妹 加进来了 我们每天晚上 十点钟 一起祷告十分钟 那我们还准备了一些 每日的灵粮 有悟性的祷告 有我们读经的 进度当中的 一个经文的分享 大家一起祷告 感谢主 我想参加的弟兄姐妹 都觉得很受造就 我们不一定要在 每天的十点钟 祷告十分钟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约定 每个人可以有 自己的时间的安排 但重点就是 我们天天面见神 我们天天来跟神祷告 跟神沟通 不是有事的时候才找神 所以现在北区中区 有很多的教会 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把我们 实时祷告团契的领养 他们就希望 也都可以提供给他们 我们团 这个实时祷告团契的 负责的弟兄 我们的团队说 很好 祷告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就把这些材料 也发给他们 我们从六月份开始 把这些材料 也每天 在我们祷告完以后 上YouTube 大家在上头 都可以看到 重点就是 我们平常 都跟神 有关系的时候 这个平安 才会领导我们 不只是跟神 的读经祷告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事否 希伯来书十二章这边说 我们既然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度 我们今天就得了 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度 我们永生的意思就是 我们进入了 这一个神的国度 这个国度 是永恒的 是不能够震动的 我们就应当感恩 造成所许业的 用前进敬畏的心 来侍奉神 什么是侍奉神 有两方面 一个就是聚会 聚会是 不只是来听道理 聚会就是敬拜 我们记得聚会 来这边祷告 唱诗 颂赞 然后领受神的话语 是我们来敬拜神 我们祷告是敬拜神 我们聚会是敬拜神 而且不只是 坐在这边聚会 侍奉有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敬拜 对神的叫侍奉 对人的叫服侍 那这个是有敬拜的意义的 第二个就是参与圣供 我们从神这边 领受了很多的 很多的恩惠 神叫托付给我们的 我们要付出我们的 时间恩赐 来服侍主的教会 服侍主 侍奉主 来服侍 教会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侍奉 我们透过前进的 这个侍奉 也是跟神建立了 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在教会里头看到的是 让我们的信仰 可以稳固 而且可以进步的 都是需要参与 教会的事工 因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 这个要得到这个平安 就是要跟神之间 在平常就建立了这样的关系 所以读经不只是读经 祷告不只是形式上的祷告 侍奉不只是参与教会的一些工作 这些都是外表看到的 重点是 当我们能够持续的 在信仰生活当中 来持续的 有恒的 恒切的 靠主的 透过圣灵的带领 真正的用心的去做 这三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在平常就建立了 当我们不安的时候 自然平安 如果不是的话 平安是神要赐给我们的 但是他不属于我们 而这样的一个平安 圣经说 要怎样子得到 圣经说 我们人的一生 一生的果效重新发出 真言四章 二十三节 重新发出 这个平安 是心中的平安 是神要赐给我们的 我们当然要用心来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二十六章 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的第三节 二十六章的第三节说 坚心依赖主的 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坚心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 因为他依靠你 坚心依赖主的 必得平安 这是得平安的秘诀 刚刚说的 我们在平常 要透过读经的生活 祷告的生活 还有侍奉的生活 来接近神 把我们的生活 跟神的关系连结在一起 这是基础 但是 当我们要得到平安的时候 圣经说 我们是因着 我们有一颗靠主的心 当我们有依靠主的心的时候 主就赐给我们平安 所以这里 小弟要跟弟兄姐妹们 勉励三件事情 这现在事情都是 我们在这个不安的世代 天天在碰到 常常在碰到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受委屈了 我们不应该只是这样 我们应该要这样 我们应该要得到这个 为什么别人可以 我不可以 为什么我碰到这样的困难 为什么 我们都觉得很委屈 第二个是 我们真的碰到困难 真的碰到困难 不管是健康的 不管是 这一个工作的 工作的 学业的 家庭的 婚姻的 事工上的 很多的困难 我们都必须去面对 我们一定有 我们一定有不安的时候 不管是这些困难 这些委屈 还有很多 从我们心中 莫名其妙的 这些不安 这些都是 我们要碰到的 但是 有委屈的时候 我们要去改变 我们要去改变我们的意念 永生的盼望 才可以解决 所有的 世界上的 不公不义 神对我们每一个的安排 都不一样 我们有很多 有阶段性的 这些问题 我们一定有委屈的时候 保罗教导我们 当你觉得 有委屈 也就是这个 好像不应该 我不应该如此 不应该如此 的时候 保罗教导我们 就是 你要 转个方向 去想 目前你所碰到的问题 或许暂时 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 当你这个 意念转变的时候 你就豁然开朗 所以保罗被 关在监狱里头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对保罗很不公平 一个对主 爱主的人 怎么 反而被 抓到监狱里头去 坐牢了 但是保罗 回过头来勉励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 不 我坐牢 有主的安排 你看 你看 我今天就是因为 我被抓到 这个地方来 而且看管 看管我的 是 玉林军 也就是在 这个 保卫 皇帝的 这个军队 所以我才有机会 跟他们传福音 不然我保罗 哪有这个机会 对这些 玉林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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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福音 第二 就因为我被关了 外面的弟兄姐妹都觉得 不能让保罗白白的被 抓去关 所以我就看到了 在外面的弟兄姐妹 反而因为这件事情 大家更同心 更团结 更靠神 所以福音就发展得越快 他转个方向 不是只看自己的委屈 而是看 在不同的方向 主所给他的亮光 主所给他看到的 那个希望 第二 我们一定会碰到困难 人要 人当然要尽我们人的本分 但是当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仰望神 就刚刚 我们读 这个 四篇 三十四篇的时候 大卫 说 这些困苦的人 我们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仰望神 把我们的目光 放在神的身上 仰望神 看到神 向神祷告 把我们的需要跟他说 神 在一定的时间 一定会为我们开另一扇门 这是非常多非常多 不只是 圣经上的 古圣徒 圣经上的话语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都是这样的一个见证 但我们仰望神 直到回过头来 跪在神的面前 跟神求 告诉神 然后求神 安排 而且把 这个 眼光是放在神的身上 而不是只是 放在 这一个 困难的身上 我们常常 这个 谈到 这个 彼得 有一次 耶稣坐海边的时候 彼得很勇敢 说 主啊 如果那是你的话 那我也 可以坐 耶稣说 你过来 保罗很有信心 就过去了 真的可以 他自己也可以 坐这个 在海边上 行走 但是 圣经说 当彼得 走到一半的时候 就看到 旁边的海浪 那么大 他就心深怀疑 就沉下去了 保罗做了一个 最短的祷告 最短的祷告 但是也是 最有力的祷告 他说 主啊 救我 主啊 他知道 只有那个主 可以救他 主啊 对象之主 救我 因为 我靠自己 已经没有办法了 圣经说 他就把他 主就把他拉上来 就抓住他 他就稳住了 而且圣经还描述说 这个 彼得呢 就跟神回到 显然呢 主拉他的时候 就是海面上 显然 是他跟着主 牵着他 就一起就走回 船上面去 有困难 仰望神 求告神 有不安 叫头给神 我们一定有不安的时候 上一次 小弟跟 大家做见证 说 当我 碰到一生 一个 觉得自己 已经无法解决的事情 就是 我肺腺癌 需要开刀 而且不晓得有多严重 然后想那天晚上 我非常的沮丧 也不晓得怎么办 才发现说 有些事情是 自己没有办法处理了 因为 因为他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个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忧虑 选择 抱怨 选择 继续 在困扰里面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有机会 可以跪在神的面前 跟神哭 跟神说 重要的 圣经告诉我们就是 在祷告当中 你要让自己有一颗 信靠主的身 坚心依赖主 所以当 这个时候 我们就 要交头给主 你所谓 交头给主 你说 主啊 我没办法了 我就交给你 我放心的交给你 这个时候 我们整个的心境不一样 主也会 有他的 这个安排 所以 坚定 信靠 顺服的信心 是使人 可以从 不平安当中 回到平安 所以我想 今天晚上 我的见证就到这个地方 这个世代不安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整个台湾 整个世界 从去年开始 在这个充满不安的 这个时代里头 我们今天晚上 借着这个机会 跟弟兄姐妹们 互相勉励 神应允给我们平安 这个平安 一个是来自 永生的盼望 一个是来自 神 要让我们 可以放心的 来面对这些苦难 我们 最近 一期的发展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在电视机面前 来得到的信息 信息需要 我们需要信息 因为 有了这个信息 我们才不会轻浮 但是我们不能过惊慌 我们不能过惊慌 我们靠主 在主里头得平安 我们也为 这个 为全民来代求 我们希望 主 给这个世界 再一次的机会 能够止住 这一次的疫情 也让 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也还有机会 可以把基督的福音 更快速的 来传讲给 所有需要的人 主要在这当中 给我们恩典 我们求主 也给 执政的 掌权的智慧 在各方面的安排 能够越来越好 也给第一线 防疫的 这些 医护人员 警消 所有在第一线 防疫的人 也被保守平安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更要跟神求 我们大家都得平安 这个平安是从神而来 不是从神而来的平安 是虚假的平安 我们已经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平安的应允 但是真正的平安 是我们要去追求 我们就要互相来勉励 现在我们再一起来唱诗 三百三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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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